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我是半職人妻 很久沒有坐下來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一套港產電影 另外為了答謝一直支持我的觀眾 在片尾會有Giveaway 想知道就繼續看下去 前幾天我就受到我老師的邀請 觀賞了一套港產電影 《獅子山上》的優先場 內容講述由真人真事 改編的故事 主角幾大位曾經是香港攀石的運動員 更加一度成為包山王 可惜就因為一次交通以外 導致半身殘廢 生活都要別人照顧 但是他沒有放棄過做運動員的理想 而在車禍後五年的同一日 終於他就連同他的輪椅 一起攀上了獅子山 一看就知道是荔枝片的情節 但是他當中的表達手法 就赤裸裸地交代了現實的一面 例如就好像電影中 主角和平行時空的自己 所說的一句對白 爬到上去你就是生命鬥士 爬不到你是傷殘人士 這句充分交代了風光背後的辛酸 比較驚喜的一場 個人覺得是由前足球員李健和客串 做的士司機的一幕 內容講述在一輛的士裏 的士司機和主角的對話 的士司機最初就說到好仰慕主角的事跡 但當主角在他的車上失禁 的士司機就立即便念 又嫌他麻煩又害他洗車等等 這場看起來好像笑偉一樣 但其實就是苦笑的現實 如何看待這種虛偽的嘴唸 就在我們今天社會 每天都上映的情節 優先祥的片後主角林德順 和電影改編的原型黎智偉先生 都有到場 我有幸跟黎先生說了幾句說話 拍了少許youtube 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看 真的坐著輪椅去爬 亦都想留一些東西給我們年輕人看到 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好像看上去很不開心的事 的確又不開心 但我真的笑著去面對這件事 亦都可以這樣走出來 我想問一下你下一步 有沒有打算做什麼挑戰 下一步我打算在十月中前 我就會在銅鑼灣爬一個大鞋 再做一次香港人向上爬的精神出來 然後下一步就可能會去美國 打一些很高的差 下十幾天都會 多了二、三十磅 其實是重的身份 但是現在的輪椅就等於我的腳 所以就帶著我一起爬 現在是我覺得自己都比以前大愛 因為很多人都幫我支持我 所以我就趕快一點去經歷 去對答謝回去 多謝你 我的Youtube頻道剛剛過了三萬訂閱 數數手指 其實原來已經開了四年了 以這樣的龜速噓片速度 都有今天的成績 真是非常幸運 或者一些本身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是一個天生享樂型的人 可以將旅行興趣記錄下 又可以找到有共鳴的觀眾 真是很值得繼續經營下去 就好像電影的主角一樣 雖然我的步伐和大家不同 但是只要繼續堅持下去 總會走到自己的路 大家一起加油 最後我想答謝一下 一路支持我的觀眾 大家有什麼想跟我說的話 或者喜歡我拍哪一類型的影片 接下來想我去哪一道旅行等等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觀眾那裡抽出兩位朋友 每位可以得到一套兩張獅子山上的換票證 有關GifAway的詳情 留意下面的info box 大家踴躍留言 下次見 拜拜